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里 我是13年左右开始在这个Darrow Barker小贩中心附近上班 每天下午吃午饭就是来这一摊酿豆腐摊吃 和酿豆腐老板娘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 有点像干妈跟干儿子一样 然后18年之后因为就换了工作 然后就很遗憾的这四年就比较失去了一点联络 自称是吃货的蟹药犬 对小贩美食特别着迷 遇到喜欢的食物 就算每天吃也不会厌倦 特别喜欢就是专程去那边 然后有点就是排队越长越好 排上了一个小时 好像那个Bad Tobi 排了一个小时之后 吃到那个口面的满足感 特别的有独特的那个氛围 我觉得小贩美食就是我们西安坡建国的旅程的一个写照 小贩中心的平价美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过手工制作的独特味道 很容易随着摊胃结业而失传 超白菜很多了 有肉圆 虎瓜 也有腐竹 我叫他喜欢吃的虎瓜 豆干 豆腐 腐竹 赶紧 扫过来 拿多一点 不要拿太少 你看 这么掉出来 给多一点顾客吃 吃得到鱼肉吗 你太少鱼肉 吃不到鱼肉 没有那个口感 做得很美 是吗 鱼肉吗 鱼肉 鱼肉 我家里平时都有煮 然后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 也就是煮了一顿饭给她吃 所以 但是没有煮过酿豆腐 酿豆腐因为很烤工夫 需要很多食材 所以今天总算有机会 亲自动手做一下酿豆腐 其实那个感觉挺不错的 拿一片 大概是一汤匙 一汤匙 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 这么简单 简单 做了四十年酿豆腐的鱼春兰 和国家环境局合作培训新手小贩 对愿意前来拜师的年轻人毫不藏私 但多位学徒当中 只有艺人开档卖酿豆腐 我觉得传承多多少少肯定会是一个挑战 现在这个小贩的培训计划肯定是有帮助 但是可能培训的人的数量和需要传承的小贩文化 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好吃吗 好吃吗 不错 2020年当选育狼鸡选区议员之前 谢耀泉就已经在育狼基层服务了五年 对这一代的小贩美食如数家珍 不过对他来说 这里浓浓的人情味比美食更让人难忘 我觉得社区的那个小贩中心 还有咖啡店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属于社区的 源自社区 然后也是社区里面居民们的 属于他们的一个空间 然后像很多的这个 你会发现很多的咖啡店里面的摊位 都是由本地这个社区里面的居民 去租了那个摊位 然后谋生 然后做这里的小贩 所以那个亲情 还有社区里面的感情 在社区的咖啡店 还有小贩中心里面特别的浓郁 由一家人合力经营的这档素食点心 开业十一年 老板曾庆章还没打算退休 目前在理工学院上学的儿子 经常到档口帮忙 也表明日后有兴趣接手 我想要接手这个生意 就是因为 这是我父母的一个传承 我不要他们这么多年的热忱与努力 就这样荒废掉了 如果是真的接手的话 我的第一步就是有第二个档口 一定要有够的人手 如果不够的话 就根本没有机会做走 但是我是说不要很累 很多人会做小贩 可能是因为 如果做得比较好的话 怎么样都会比外面做工好 可是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 就会比外面做工的辛苦 待遇也会这样好 我希望他去外面 先尝试一下社会的其他工作 我本身是觉得不会说很辛苦 就是坚持住那么一下子就过了 有年轻一辈满怀热情的投入 家传的美味秘方才得以延续 很高兴的就是 至少看到我的选区里面 有蛮多的小贩摊位 都有他们的下一代 在七夕的参与 周末的时候 没有去休息 没有去和朋友留 反而是来帮忙父母 打理那个摊位 所以其实看得相当欣慰的 我希望小贩文化 能够继续地传承下去 继续地发扬广大 继续地让这个区域的设施 能够随着我们的居民们 一起继续地成长 继续地走向生活的 这个黄金岁月 今天的诗生永远就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